9618 观众李安妮就想问 他说什么价可以再加货呢? 他说233元有货的 233元? 我想暂时都不用想着 大家知道我对于去 沟货是很小心的 而且相对上来说 现在似乎是在走一个新区间 我估计可能是228 去到短的区间 228到260左右 所以如果你246 现在246去再加货的话 其实是拉高你的卖入价 他又不是在走一个 新的持久的升浪 因为持久的升浪就可以了 就算越高越高也好 那你确定到一个升浪 那你加住 可以令到潜在的回报提升 但是现在走区间 你本来也有钱赚 突然间将平均价拉高 而他又不会大升 你心理压力大了一倍 但是他又不大升 你就不是那么值得 反过来 我觉得你留住一注钱 如果港股或者外围出现一些特变 令他跌的话 你到时再加住京东也可以 买另一只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留住一注钱 反过来 会不会真是沟的时候呢 可能真是落到214元 这些位置我觉得第一低于你本身的价格 第二可以拉低少少你的平均价 那就算未来的前景 不如预期的话 其实你也容易有一个合理的回报 所以我反而在这一刻就未必这么赞成 我喜欢京东多一点的 因为我想对于腾讯减持等等的问题 应该都消化了 而看回业绩本身 都相对是稳健的 所以我觉得的话 是先等一等 留住一注钱在自己里面 在现在的涉放会比较灵活性大一点的 是 好啊 你需要看7000的事情 难怪夙解责 谁能够集大一点的事 咱们假尾